您好,我是您的私人导游彬彬。 我和麦窝窝一起欢迎您来到世界旅游圣地之一, 圣约翰神明大教堂。 圣约翰神明大教堂不仅是这座城市中最大的圣公会大教堂, 甚至号称是世界最大的,与利物浦大教堂有争议。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主教亨利·科德曼·波特提出建造一座 能够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相媲美的教堂的建议, 已经远远超出了语期。 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规模, 正如您很快就会发现的那样。 要知道,从殿下第一块基石之时起, 即从1892年12月27日圣约翰节开始, 及教堂所供奉的圣人, 这项庞大的工程打破了所有记录, 包括施工持续时间最长的记录, 该项工程目前仍在进行, 没有确切地完成日期。 由于受到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和缺乏资金的影响, 建筑工作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虽然它在上世纪70年代重新启动, 但20年后又停止了。 当时的市长相当悲观, 开玩笑说, 过去一些雄伟的教堂要500年才能建起来, 而这项建筑工程只是过了第一个百年而已。 而且好像这些还不够, 2001年, 一场大火损坏了尔堂和主管风琴, 导致大教堂关闭了七年, 因此, 纽约的这个圣家族教堂的永无止境的故事, 又增添了一个新篇章, 似乎永无结束之日。 去闻, 1991年, 著名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 赢得了完成这座建筑的国际竞赛。 它原来的项目包括增加一个生物收容所, 将在一个大型玻璃穹顶下种植不同类型的植物。 然而, 多年过去了, 这个最初的想法又成为白日梦。 大教堂的竣工似乎遥遥无期, 这个大教堂因而获得了一个讽刺性的绰号, 未完成的圣约翰。